Hello 大家好 先錄一條 這隻是1729 匯聚科技 我們把時間回撥到100年初 100年初見到股份公開發售 可以看到雜資 雜4億6千萬 一樣 9比1 可以看到它的招股價是五毫子 對比定價是兩毫半 足足差了一倍 都挺大 它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會說的 先看看招股書 是訂製的電線組件供應商 在惠州有一間很大的廠 這隻是否學股呢 你給我講 其實它不是學股 是實業股 但是也是 周大師 也是罵別人 聯交所那些 其實這些就是那些教材 正經股票 應該這樣說 它不是學股 但是它有齊了學股所有的東西 再換我角度說 就是 它不用那堆學股方法 它連市也上不到 這個就是 亞歷州大師罵聯交所那些情況 好的公司 迫到別人一定要做這些學股 它把這條路封得太死 令到好像這一類型 好的公司 出不了勢 你可以想像 在這個角度可以想到聯交所那條路封有多死 結果衝到過來的那些 要不就是巨毛霸 大MASA 再不就是一些實力很舊的大佬遷 反而好像這些正正經經 不去 不去搞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反而上不了 簡單來說 將門檻定得這麼高的 要不就是偷騙鬼片 要不就是大佬遷 正正常常真是 求財的正經商人 反而是全部都過不了的 其實就是這些個案 所以它有齊了所有學股的怪物 所以 但是你說是否當學股這樣看呢 說真的 看它盤生意 看它條數 怎樣說都一定對 但是它有齊了所有學股 會做的事 就是這樣 我們看下去究竟它繼續發生什麼事 我不是大師 所以我不會不斷罵 我純粹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到結果 一半一半 上限定 很明顯當時大家都把它當作學股這樣炒 那時候一百年頭 還沒死 還沒被它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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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有所有學股的 也有像是學股的超額倍數 如果這隻正經頭 跟你說的真是 大家坐在一起坐 原來等它做電線的話 你猜有沒有268倍 很明顯沒有 但是它又不是完全學得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盤生意大 那二五號指定價 我猜它不超標的話 可能就下限定了 下限定的話 5億多 5億多 就變了學股 這個是搞笑的 Anyway 所以超額了268倍 有一半出了街 一直以來 都是 然後就開始 有些舊股權 那些就不特別 我就不特別用來說 然後去到哪裏開始有東西看 它的業務反而沒有什麼 很仔細地去看 去到這些位置就看到 2021年就有些日披露報表彈了出來 然後呢 先問一下 它一年九月的時候 其實可以說一些東西給你看 就是說它可以分拆一隻 它可以拆一隻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些 銅纜 光纜 電線組件 你可以看到它在哪裏上 它在AE股上 你可想而知它的業務 真實性 換了角度說 香港這個市場有多低估了它的潛力 不評論這些東西 後來這張公告說什麼呢 這張公告是2021年9月13日出的 控股股東 這張公告就買回 不想看字可以看圖 由63買了另一個股東 變成X5 X4、X8就是X5 集中 接著 2021年11月 一直不斷爆些東西 披露報表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一些 救股權 一直不斷兌換 你給我講 他們肯定知道什麼事 換那些人 肯定是Insider 捉不捉他們 看他們交了心情 這張公告是很離譜的 因為你們一直談 買殼 一直在內裏換股 雖然很常見 其實都很噁心 因為其實你現在換也可以 但他們那時候貪便宜 給少一點稅 會噁心的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也不知道能否拉得到 你也不能拉得到 不過不說這些 沒有什麼意思 最後 在 出了一張公告 就說 我們經常叫這張3.7 其實不是這樣 不過沒有什麼所謂 出了一張 他說會買殼 他自己說的 不是我說的 買賣 接著 在2月 11日 就公佈了買家的 立訊精密 有看 喜歡看股票的朋友一定會認識這家 他是誰呢 總括來說就是賣65% 然後作價就是 就是 在說 看看 看看 看完 還記得 要 要約價就是0.8 就是我們所謂的GO價 那GO價就剩下那些沒有行動的救股權 都和你用了 也有付錢的 不過不關我們事 然後 整件 這件事 大約 吃得這麼混亂 大約 他就 用了 再說一次 等等 看完 忘記了 很多個情況 很多個情況 難道是用剛剛設定的情況嗎? 不會,肯定是這個 總之71億買了75% 簡簡單單,作價百毫子 接下來剩下的是什麼呢? 買家是誰 在說買家是誰之前呢? 我們說一下這件事後 走的路是怎樣的 五毫子,第一日 街書 你比我講正常的話,你也要剪掉 這麼大的逆劇,有什麼事錄下去的話 就是無底心談的 就是不過 我是完全以學股角度去說的 如果你看著這盤生意的話,你覺得他很正經的 你完全不會擔心 但是如果你不擔心,他又不會升 所以這些很拿命的 Anyway 你看到 彈上彈下,大概在這些位置浮動 但是你比我一定拿不實 因為如果你真的喜歡這隻,你又不會買這些 你喜歡這種實業股,你不會買這些 但是如果你說是鶴股,這隻太大了 所以他剛剛卡在中間 為什麼我說他有齊了鶴股 會有的東西呢? 就是很明顯 都是找人搞的 這些不是真是賃錢來上的 不是真是賃錢來上的 一定有我猜的,我猜的 可能有儲存 所謂的回多少跌多少 這個世界 很專業的 所以他也很專業地跌了下去 也是在一個很專業的位置 有這個的承托力 這些東西我也是不方便 評論太多 但是大家有眼看 不關我的事 什麼都好 最後都在一年一周年那些時間 都有跌過一陣上去 很明顯 人家有節都好,拿一條這樣的飛回來 搞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猜賺錢走的 詳細還是怎樣,我都不敢說 起碼這些公開節目不說那麼多 賺錢的 賺了錢之後 但賺了錢的鏡頭的另一面 你們那些25%是賺了錢的 還有75%是怎樣 還有75%的人 我猜他真的沒有理過 所以就丟了在那裏 總之他拿75%好好的做生意 那25%就給了你們 就給了你們了 所謂的斷檔 沒錯 不會收回 但也不是買殼 也不會交割給你 沒錯 那些人就自己搞定了 我猜他這樣走一波的話 我猜他怎樣都應該賺 除非你極度黑 或者有很多意外 你猜不到 那不是賺錢的 這部分就不說了 但是他的本頁可以拆下去 A股 這點是非常厲害的 不是那麼簡單 可能他這樣喊出來 也有被人留意到 那些資料上去 也保持著6677的位置 直至他那些選擇 是容易換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知道他應該買了 但是你知道也未必有用 因為你一來不知作價 二來不知誰買 除非你是insider 否則你也很難玩得贏 然後去到我們是看公開資訊 我們也不用心急 既然有人有興趣這樣去買 又這樣看看 他的公開未經資產審 未經審核資產正值 其實他買家不是買得很貴 因為都是這些價 他實在都是這些價 甚至可以買家買得很貴 但是你給我說 一定不是這樣計 這些不是學利的 不是買資產 只是買一盤生意 買它的佈局 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這張東西我就不特別再去 很詳細地去說 至於 沒錯 這隻看什麼呢 其實是看買家 那立訊精物是什麼呢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它有幾隻角度去看 首先你要知道它叫做黃來春 沒錯 還有一個黃來喜 來春來喜是什麼呢 那些人說是第二富士康 其實你給我講 它應該會取代富士康 以它現在的行法 詳細是怎樣呢 我幾個角度看 沒錯 你可以看它本身在大陸A股是有一隻的 有興趣看完那隻之後 你可以再去看它 它還有一隻 買一隻1415回來的 當時這隻1415 我現在開給大家看1415 它是什麼料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說 高位電子 又是跟他買這隻的款式一模一樣 我覺得不要說一模一樣 那個結構和那個想法 那個才技都是差不多的 立競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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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他哥的 但是 沒有分別的 他們都是 買回來的 你又不要想著它很貴 找它的價錢給你看 就算買十幾十億也好 他們當是省紙的買 你不要想著 很貴 買一隻鶴回來 不是這樣理解 他們買一盤生意回來的 這盤生意很明顯是跟他自己 現有A股的 是有整合的 他們是這樣合在一起的 你看到他買G.O.回來 他花了20億 20億G.O. 最後好像收到那一刻 不止這些數字 我沒有記錯 腰弱的時候收到更加多 收到更加多之後 就收到什麼數字 我記得這隻有很多人給他 每次買到60多 那就照顧加 60多 很貴的 好像是多少億呢 看看 我記得了 太久了 沒有看這隻 好像是六毫子G.O.回來的 對 交給了30億 他也沒什麼所謂的 照買回來照做 至於立訊責物給他買了之後 我們經常說笑的 就是高位電子 長期的高位 要贏他易不易呢 你說易又可以 華蘭又可以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六毫子 五個八毫半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G.O.價 我經常買到六元 然後後來 很討厭地 推了他下去 非常討厭 但是他很討厭 你看他搞什麼 他 他 推完他下去 G.O.完 跟著推下去之後 我記得下去出一個 option 所以沒有人會做一點 5月25日出的 option 4.144 4144 那麼就出一些 option 很明顯 不評論 推了下去 推了下去出 option 出完option還要出了不止一次 所以你會知道為什麼會下跌 關不關事呢?我不會評論 看官們自己決定 但是價格在下跌後就開始慢慢吐上去 關不關事呢? 看你用什麼角度 你讓我說我也有關事 如果你那時候拿著的 就吐上去12元 最近跟隨帶子回跳 你看到也吐上13元 你看到最近跟帶子下跌 你讓我猜 這些股長持的話就不是這些數字 我只能夠這樣形容 這隻如果你錯失了 你覺得可惜的話 新的又有一隻 如果要去評論這一種 大股東 沒錯不是公司 公司沒什麼好說 你一四一五也好 你這一隻也好 甚至A股也好 都是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看法應該怎麼看呢? 這種公司 我個人覺得 他其實是在一起出身 每天一次 你都沒有 你長到這樣子 那些被人 你怎麼看呢? 我自己說